台湾与美国在今天正式签署医疗卫生的备忘录 确立双方目前在医疗卫生上面 以及武汉肺炎的防治 还有未来人员训练 甚至是物资的需求上 能够都有一个共同的合作基础 其实这也宣示了台美在防疫上面 已经是一个同盟的关系 那么我们回顾到今年3月18号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我方跟AIT是有签署所谓的 台美的防疫共同声明 那这样的一个声明呢 是确立双方在接下来 在防疫上面是极有可能合作 但是在今天台美变成 从声明变成了所谓医疗备忘录的形式 但是这样一个备忘录呢 虽然说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合约 但是在外交上却对台湾来说 是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意义 因为在3月18号的台美共同声明里面 其实签署的单位是我国的卫福部 以及对上美国的AIT 但AIT也不是大使馆等级 但是今天呢 美国是正式的派出了卫生部长 对上我方的卫福部长全时钟 双方是共同来签署 其实这样的意义就象征的是 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那么过去美国在签署 这样的一个备忘录 或者是MOU的时候呢 其实要是对方是非邦交国的话 很可能都会挑一个民间单位 或者是协会 但是这一次呢 是直接升级成政府对政府的一个形势 所以对台湾来说 在这样一个中美断交 41年之后呢 不仅有最高位阶的官员来到台湾 那么同时呢 在这样的一个政府对政府的情势之下 也上征了台美现在已经结成了 所谓的医疗同盟 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呢 可是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时间尽头 我们交换文明主播